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谈论之前先介绍一下于杰老师三年前出的一套书 里面有一本最后的终结篇是习近平丧失治国 但是于老师这个书你实际上是有三部曲 对 关于习近平我可以说是研究最多的 然后著书也最多的 所以我用三本书 每本书差不多超过500页 每三本书加起来1500页 而且这三本书的在香港 台湾的整个出版 我觉得也可以折射出这十年来习近平的暴政 不仅在那中国变本加里 而且在香港 台湾开始渗透 我的第一本书是2013年 中国教父习近平在我刚刚逃离中国以后 不到一年时间就写出来 当时是香港版和台湾版同时在运作 但是香港版香港的出版人 陈宗书局的姚文田先生 他在这个13年这十月份突然跟我失去联系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被骗到深圳去 然后以所谓走私的罪名 说他走私 偷税5万人民币 判刑10年 他那时候是72岁了已经 所以就换了那家出版社 那开放出版社来出版 姚文田先生真正是在深圳坐满了十年牢 今年春天才从深圳被放回香港 就82岁了 很庆幸他还能够从监狱里面活着出来 这是第一本的出版过程 第二本是2015年 我这本书的题目叫走向帝制 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 我就已经准确地预测到他会走向帝制 会无限期的连任 他会废除法律中的主席的任期制 就是两个任期 那一年的开放出版社 香港的开放出版社正在编辑的过程中 那一年的圣诞前后 就发生铜锣湾书店的绑架案 所以开放出版社的总编辑 金东先生他受这个绑架案的影响 就停止出版 因为他原来认为他在香港出版这本书还是安全的 他是拿香港和美国两个国家的居民身份 他早就不能去到中国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共会派人到香港来绑架这个出版商 所以他觉得基本的人身安全在香港已经没有保障 他就放弃了出版 所以这也是我在香港最后一本那夭折的书 在这编辑过程中 就是所以他的出版过程也可以看出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 这出版自由完全丧失 但是后来又接着发生我的很多书 在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也被这个下架 然后就是这一本这个上市治国习近平就是三部曲的最后一本就只有只有这台湾版本 这本书只有台湾版没有香港版 对对所以然后我就 这是2020年夏天出的 对对所以我就提出对习近平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析是一个结论是习近平的肉身之父习仲勋 精神之父毛泽东 肉身之父当然就是说生他的这个父亲是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爸爸是习中勋 习中勋所谓的党内的那开明派 当然在在八九的时候他也反对军队开枪 然后早年他也是最早被毛泽东整肃的一位这个副总理 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并没有学习他爸爸的这个开明的这一面 他反而去学习这个加害者就是毛泽东当年让他们这个家破人亡 他爸爸被关押在这个情深监狱 那个十几年单独关押都最后被放的时候都那精神有问题 而且都已经这个认不出他来 他们第一次第一次放来这个见面 他的一个姐姐在文高中受迫害那个自杀身亡 而且他妈妈也是被迫害的这个精神病 而且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从小被送进这个劳教所 但是他却去拥抱和学习以这个毛泽东这个加害者为榜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权力对人的这个扭曲是到了一种何能可怕的地步 是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谈一下习近平个人的历史 不过我比较有兴趣的是想就你的观察 你这本书出版三年了 这个三年以来特别是过去十个月 中共二十大以来的十个月 习近平的治国 所谓丧失治国的情况 他实际上在各方面都有一种加速的状况 对所以说很多中国的朋友 他们会在互联网上给习近平一个绰号叫总加速师 就是加速中国的灭亡和他崩坏 比如说在这个政治模式上 我们看到就是党内和习家军 他在原来以为习近平清除了江生民派系和胡锦涛的谈派以后 他所谓的一统天下所有的都是习派 习派成为唯一的派系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所没有过的 就即使在毛泽东时代都有很多的山头和派系 而且毛也自己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但是今天就是只有一个习近平派系 但是只有一个习近平派系 他的内斗并没有停止 就是习派之间的斗争 所以我们看到的最近所出现的外长 秦刚被整肃 秦刚就是习近平自己选的人 火箭军的这些将领 也可以说全军覆没 这些将领也都是习近平执政以后 他亲自提拔的人 所以照理说不应该对他有二心 但是我们看到也都成为被他整肃的对象 当然有各种的说法 有人说是中了美国的反监际 也有人说是他们火箭军的将领 同意刘亚洲 也是被整肃的一个上将 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她原来在太子党中的地位是比习近平要高的 因为她的岳父李先念在中共元导中的地位比习近平的爸爸 行中心高 所以这个刘亚洲他又是所谓的军队里面的比较有学问的乳将 所以他想必是看不起习近平 所以他也反对习近平的一些政策 就包括对台湾的希望要策划对台湾这个动武 所以他也一直公开写文章说不能对台湾动武 而且他早年也研究过这个金门战役为什么打败 所以他后来被他整肃 所以有说法也说这些火箭军将领赞同刘亚洲的看法 当然具体最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共是一个黑幕的 但是我们从这么剧烈这么惨烈的内斗 而且是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 甚至有火箭军的将领他们已经在家里就死亡 非常奇怪的死亡 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还是怎么样 就可以看出其实习近平的政权并没有稳定下来 对 石板先生 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让人惊讶 就是二十大以后 外界观察以为习近平巩固了独裁 习家军一统天下 党内没有争议了 可是不到十个月就发生了秦刚事件 发生了火箭军事件 发生了刘亚洲事件 这个问这个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我认为是跟习近平的性格有关的 就是说刚才余老师说 他是可能最研究习近平的 那我可能我是在日本研究习近平比较多的 或者我也出了三四本关于习近平的书 那么我认为习近平呢 首先他有一个很大特点 就是不读书 这个很无知 这当然不读书的人有很多 但是说呢 他还最怕别人知道他不读书 然后呢 他又装作自己很会读书的样子 这就出现很巨大的矛盾 那么他其实呢 我觉得包括刘亚洲啊 包括最近出的很多事情啊 都是因为大不敬啊 就是对他表示一些 像刘亚洲确实是很读书 我们看文章就看出来嘛 刘亚洲确实是读书很多的人 而且文章写得很好嘛 就是说 刘亚洲的太子党也看不起习近平嘛 就是交谈两句就知道是草包嘛 但是草包最怕别人说他是草包 这个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跟性格有 就是我过去 我在北京的时候是经历一个胡锦涛时代和这个习近平时代 胡锦涛这个人就很谦虚 为什么呢 胡锦涛我们看的简历 胡锦涛在这个清华大学毕业以后 他留校做辅导员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给人讲很多 但是他教的那些都是清华的学生嘛 所以不停的要挑战他 所以他讲话很谨慎 因为他讲错了以后 他的辅导员地位就会受到质疑嘛 那么习近平呢 他小学 其实他正式说人家小学就失学了嘛 小学念到一半的话就 他父亲就被打倒了 所以他到了陕西的话的时候 其实他还属于一个半文盲状态了 但是说呢 他周围全是真文盲 所以他说什么大家都听他的嘛 他每天给人家 就下雨天在窑洞给人讲故事 讲完故事可以随便编 西游记后半 他我后来采访过嘛 就是习近平讲故事很有意思 他们自己听过的故事讲完以后 可以随便编 然后旁边都是真文盲 全没听过 他怎么讲怎么有 所以说呢 他就限制成一个 就是说非常自信 又非常自卑的一种 知道自己没读过书 但是他说什么大家都相信 所以习近平他周围呢 聚集了一群 就是说明明不是文盲 还要装作文盲的家伙 才能在习政权上 这个升上去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他夺权 是大家 其实我像我估计是最早 什么刘元 王岐山 刘亚洲 这一开始都是太子党 一开始都帮着习近平的 但是说后来觉得 这个太草包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他们在言谈话语中呢 流露出了一些 对习近平的一些不屑 一些看不起的地方 这个呢 当习近平如果是 大家是朋友的时候 无所谓 但是现在习近平 已经成皇帝的时候 你竟然对皇帝有大不敬 于是就开始动手 我认为呢 这个火箭军的事情 我最近我稍微查了一下 火箭军的有一个 这个副司令叫吴国华 在家里这个清生嘛 他的葬 他家有一个小灵堂 然后呢 在吴国华灵堂 有一个叫张晓阳 的是张震的儿子 出席了嘛 那么张晓阳 其实他的解放军 只做了少将 但是张晓阳的哥哥 是张海洋 他是做到了这个 他是他做到了这个 二炮的政委嘛 一直是上将 那么后来 我看到就是 在火箭军后来向这个 二炮向火箭军 转型的过程之中 其实都是张海洋主导的 那么等于说 这次被团灭的这些 火箭军的将领 其实都是张海洋 提拔的徒子徒孙嘛 那么张海洋也是 就是说 现在习近平最大的矛盾 是和太子党 出现矛盾嘛 我认为火箭军 是和太子党有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说 张海洋 你想就是说 吴国华已经 这个自杀 畏罪自杀嘛 他的葬礼派一个 张海洋自己不便出面 让他弟弟去 我觉得这些 还是我觉得 太子党内部的明正暗斗 已经升级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是刚刚开始 今后这种 习近平这个权力不稳的状态 会还会继续持续 而且另外一种说法 我觉得也有道理 就是习近平 这个自大财疏 但是他疑心病很重 所以他有那种 潮潮的性格 这个刚才 于婕老师也提到 有一种说法 说习近平是 中了美国的离间计 这个 他团灭火箭军 是美国 美国故意放出 火箭军 泄密 泄密的消息 然后他真的 上了沟 然后就 团灭火箭 我觉得这个说法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吧 对 我想有相当的 可能性 实际上 就是说美国 所放出的这些资讯 不一定需要 由他们的内部人 来泄密 因为现在 美国从他的最 简单的 这些卫星 这些科技 都能够看到他的这些 基地 这些部署了 其实汪老师刚才谈到 说他像 这个朝朝 我觉得更像 这个崇祯 所以这个 这崇祯他是 这刚愎之用 而且他最后死的时候 他也说 这个不应该怪我 应该怪这些大臣 我想这也是 就是说 未来若干年 如果习近平走到这一天 他 这个败亡的时候 他也会说说 跟崇祯同样的话 他也不会来 就是说 忏悔 来反省自己的问题 他 现在好像 已经在说这个话了 因为他最近讲话 不是用礼后祖师吗 这个就是 亡国之君的话 他都在说了 不 还有人说 他像随阳帝 还有人说 他像慈禧 但是有人说 慈禧比他本事大多 对 他自己最近 不停地在说 亡国之君的话 所以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 这个真的很奇怪 一方面他说 东升西降 我这个大国复兴 一方面又拼命地在讲 亡国之君的话 属于一种很分裂的竞争状态 当然最近的经济上的状况很不好 无论是出口 还是房地产 暴雷 这两天我们大家又在讲 这个碧桂园的事情 什么中职的 这个集团融资的事情 年轻人失业率盖牌 现在根本不统计 年轻人失业率了 因为他没办法统计了 这个 余杰你怎么看 这个经济上 武汉疫情后 这个经济反弹的无力 说明了什么问题 对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是习近平本人 他是完全不懂经济的 甚至他对过去三十年 中国跟西方 中国加入到国际贸易中 加入到世贸中 然后以这种方式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然后向西方销售大量的 这些廉价的产品 来达成中国的崛起 他享受到这些利益 但是他实际上 他的经济想法是 毛时代的计划经济 他想回到毛时代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 这些错误的经济的决策 所以他的这些经济政策 现在差不多用这个难尾楼 来形容 比如说他的十万亿的 他的晶圆晶片的生产 我们现在看到这里 一个一个的企业都垮掉了 都是骗取国家的 没有一个产生出 真正可以用的 还有他的 对外的经济援助 所谓的一带一路 还有他最近水灾 所呈现出来的雄安新区 还有他当时要建立的 北京市的证券交易所 根本就现在十年了 没有 还有亚洲投资银行 还有所谓的中国制造 2025 还有他的扶贫的项目 连最后上一任的总理 李克强也自己说 那根本没有成功 大量的人还在贫困线以下 第二点我想 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总体的规律 就是此前三十年的 这种中国经济模式 已经到了一个转令点 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 发展模式 我把它开口为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它是驱使了数亿的这些农民工 也就是现代农民劳工 因为这些人 他们也不能组织 在中共的政体下 他们不能够组织工会 也不能够跟资方谈判 所以像鸿海这样的企业 能够在中国做得这么大 赚到这么多钱 不是说它管理上多了不起 科技上多了不起 而就是可以用这些中共 帮助他们招展来的 数百万的这些劳工 这些人他们一天工作 12个小时 14个小时 16个小时 我们看到富士康的这些跳楼 他们这些工人受不了这个压力 第二个方面是 它对环境的毁灭性的破坏 这个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会这样 我们知道都会有这个环保 都会有环保的法律和规则 中国当然也有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完全没有 所以去过中国或者在中国 那生活的朋友都会感觉到 中国几乎所有地方的空气水土地土壤 这些全球最大的污染地方 第三个方面就是对能源的 无休止的巨大的消耗 它的耗能是碳排放 也是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而且不止现在中国的碳排放 是美国欧洲日本加在一起还多 而且它中国自身的能源已经全部消耗完了 它现在基本上是俄罗斯的能源 中东的能源 它是世界第一的能源的进口国 所以它的外交也跟它要向全球掠夺能源是相关的 所以这三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是无法持续的发展 所以它现在在急剧的下降 但是下降到哪一步会让中国人民连饭都吃不上 甚至连草都吃不上 虽然王岐山说中国人民连吃草就可以活 但是当它经济下跌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 连草都吃不上的时候 我想它的政权就没法维持了 石马先生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一些问题 内部的整数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最近也多次谈到的 就是关于外交上秦刚出世 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 而且他对于普丁的支持 实际上跟欧盟跟美国成为敌人 这两天中国的国防部长又一次去俄罗斯访问 跟俄罗斯国防部长又在公开场合一再强调 中俄关系绑在一起 紧紧的绑在一起 这个实际上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实际上是非常负面的 当然当然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秦刚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说 以后大家都宁左勿右嘛 就是在中国这个历史上其实有多少次了 就是说你只要稍微对美国有个好眼色 你只要强调一下跟美国关系很重要 那你就可能被打成间谍 那这种情况那我就天天骂人嘛 骂人谁不会 我天天跟美国这个恒美港队的话 那在中国就会得到政治正确 至少可以保到自己的安全 那么我觉得现在整个 其实中国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我们如果客观的看 替中国着想一下 那绝对是一个不归路嘛 俄罗斯他今后有什么 就是已经很难起死回生了嘛 那么中国现在 如果跟俄罗斯切割 重新回到改革开放路线 的话还有一丝可救的 但是说很明显 秦刚事件把这个最后 这个希望斩断了 那么今后我想 这个中国和这个以美国 欧盟为敌的这个大的方向 至少今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就会持续下去吧 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 最近我蛮关注的就是 他所谓的对医疗的整顿嘛 对医疗的整顿的话 其实就是在抢钱嘛 那当然中国医疗问题很多很多 但是说你用这种整顿方式 就是进去抢钱的方式 一下抓走那么多人 我觉得这下中国的 习近平真是从两年前 就是中国的一个个产业 被他毁掉嘛 就是什么游戏产业 补教产业 房地产啊 现在看着可能一直还没有动 还有点钱 那是医疗产业 现在去打医疗产业 那中国一下子可能真的 习近平一想的是 大家都回到那个赤脚医生的时代 这个习近平个人经验 也是生活在赤脚医生的时代 这个 余杰老师 我们谈一下这个外交上 秦刚事件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和他对普丁的支持 造成的跟西方世界的对抗 这个事情 说老实话 本来今年初 确实大家以为 特别是他在跟拜登总统通了话以后 以为他有在这方面 外交政治上有一些调整 可是现在好像觉得 他完全没有 他又 真的是没有真正想要跟美国改善关系 我个人的一个分析是 就是说今年年初 习近平确实想缓和跟美国的冲突 所以他用了秦刚 秦刚 是不是清美派 我觉得 那很难说了 因为现在的都是技术官僚 所以他要投合上面 比如说那秦刚的这个前任 这个王毅 他在 他在胡锦涛时代的时候 他也会展现出一些比较柔软的生蛋 但到了习近平时代 他就完全变成一个战狼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看他们这个本人 他们有什么价值观 有什么立场 他们都是没有的 现在这些除外习近平一个人有 所以我想就是习近平任用秦刚 来想跟美国这个缓和的关系 释放一些比较温和的信号 但是没有得到习近平所想要的 那么多的好处 或者善意的回应 所以美国政府仍然 比如说在对高科技的制裁上面 然后在对台湾的新的这些法律上面 继续对习近平打脸 所以习近平当然觉得受到羞辱 受到羞辱以后 他想他要找这个替罪羊 就把秦刚来作为替罪羊 秦刚垮台的时候 另一方力量就是外交或者 包括军事系统里面的这些青蛙派 就开始很嚣张 就是像上一任的外交部发言人 张立坚 他就公开的在这个推特上 幸灾落户 还有一个前任的外交部副部长 陆玉成 他曾经说过 就是说中国对卧的关系 上不封顶 结果他被贬到广电总局去做副局长 其实是降了半级或者降了一级 秦刚垮台他也认为 他会重新回到这个外交部去 甚至做这个部长 没有想到他还没有高兴过来 他的广电总局的副局长也丢了 所以我看到就是习近平 他其实是就是说 美欧的两边 他其实也是这个犹疑不尽 并就两派的人他都打 所以他究竟跟跟这种俄罗斯 他能够挺普京挺到这个多久 挺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也打一个问号 比如说前段时间 中国驻欧盟的大使 他也说克里米亚应该归还给乌克兰 这当然是普京听了非常不爽的事情 所以在我看来 习他应该是一个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者 当他看到这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甚至那普京慢慢的走向穷途没落的时候 我相信他对这个俄罗斯的支持 也慢慢的再往回缩 是 这个外交上确实是有一些起不定的状况 但无论如何 他现在对于普京的支持 让中国陷于一个跟西方国家对抗的这种状态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明智的 但是从社会上 二十大以来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事件 从动态清零到阴阳静阳 因为疫情超额死亡的人数 大概超过五百多万 然后有白子革命 有白发运动 然后巨富房贷烂尾楼 然后巨生小孩 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统计盖牌 现在又有河北的天灾人祸 这个河北的天灾人祸 我们可以再继续谈一下 这个刚才石板先生谈到的医疗反腐 医疗反腐的问题 实际上牵涉到的人非常之多 他现在是要查过去二十年的医疗的腐败状况 搞得整个中国的医院和医生都人心惶惶 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宁的状况之下 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社会上的问题 对 像所谓的医疗反腐 刚才石板先生也谈到 其实是抢签 他不是反腐 因为我昨天看到北京市卫健委的一份文件 他说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不能够让反腐 让基本的医疗系统都没法运作了 所以他说我们新的政策 只要把这些前一二十年 各自贪污的钱全部上交了 就免罪 另一点是很有意思 他的反腐是一种文革运动式的反腐 比如说他鼓励同事 甚至家人之间都举报 所以我也看到一个案例 一个医院的院长 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是一个护理长 他的妻子就举报他 因为他在外面有外遇 他包养小三 他的妻子一直很气愤 又拿他没办法 正好遇到这个机会 他的妻子就站出来举报他丈夫 把丈夫给管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他对这个社会的伤害会非常大 他就是你基本的亲人之间的这种信任感 都没有 更何况这些陌生人之间 所以这个社会就迅速的变成一个原子化的社会 还有就是他的这种 这么多的非常糟糕的政策出来以后 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 就是很快就能够出现像1989年那种全民性的这种抗议 因为今天的中国 它已经是数位极权主义到了这种无孔不入的地步 这欧威尔写1984中国庄园 那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今天 你今天生活在中国 你如果没有支付宝这些东西 这些支付系统 你连上街吃一碗面 你坐公车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对民众的控制已经到了这么严密的地步 这些高科技成为他的极权主义的很有力的武器 所以要发生大规模的抗议的行动 我觉得还要有相当一段时间才可能酝酿起来 是 石板先生 你看到这些社会问题 特别是习近平最近通过执行反间谍法里面 搞了一个全民举报运动 他用这种全民举报运动来压制他的社会问题 对 但是说我觉得全民举报运动 比如说我们前几天看了 我看到一个河南的一个非常 就是南洋地区的一个小县城 然后就是说要找一个行走的50万 就是说如果抓到线索举报间谍 可以引到50万 我不知道全国的 我认为中国一定有外国的间谍 这个我是相信的 但是应该那个河南那个小的农业县应该是不会去的 所以说 但是他弄的就是草木结冰 然后另外一个他这个家人的举报 另外一个他的间谍 几种间谍 比如什么留学生 什么IT工程师 什么经常上网的人士 这些都是高度被怀疑对象 那么他的所谓的间谍其实很明显 他是扩大了我们一般的理解间谍是 就是说受雇于这个外国的间谍组织 我想如果有间谍一定是在共产党政权的内部的高官 他们才能拿到有价值的情报 这间谍组织不是说什么情报都要的 但是说让这国民互相检举 其实我觉得他更重要的就是 比如说你在家里或者在朋友之间谈论一些 对政府不满的言论等等 他就把你说成间谍 然后把你抓起来 我觉得更就是说更多的是这种 我想这个反间谍法下来之后 现在已经发现已经有人爆出是 什么小学生的 那个有一个叫 我看到一个叫什么见不得人的父母 对 一个小红的一个小女生 小学生举报父母 父母应该在家里谈论的一些 就是说谈论国家大事 对 而且政府鼓励这种行为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 会让中国的社会 其实这是文革时候 文革时候 文革时候有一个是举报自己的母亲 好像母亲后来被执行个死刑 然后后来一直忏悔了老红卫兵 我过去在北京是写文革50年的时候 我还写过这么一段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这事情又回来了 当时那些悲剧 那些颠倒黑白的状况 现在我所以看到这个文革的流毒啊 现在完全是在习近平的脑子里边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 习近平现在忙于清除什么秦刚的流毒 我觉得再清除习近平的流毒 文革的流毒 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也正是2012年 这个2013年应该是那个 温家宝的最后一次记者会 他提出的就是文革的流毒 不清楚的文革流毒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 要复制东流 我觉得温家宝那个预言 现在真的在中国正在实现 那宇姐 从文革的流毒的角度来讲 文革中间最恶劣的 就是全民造神运动吧 毛泽东在文革中间是被林彪也好 江青也好 周恩来也好 搞成一个这个全民的造神运动 然后要大家强迫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思考 现在这个习近平也在搞全民造神运动 他现在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 收入最高的作家 他习近平写书比你快多了 他的书败的比你好多了 这个他的这个全民造神运动 你觉得对中国社会有什么长远的影响 对 那习近平这个全民造神运动 那不可能像毛时代那样成功了 因为时代背景这个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 毛时代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 而今天的中国 那过去已经有三十年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 当然他的改革开放是有限度的 但是毕竟有那么多西方的东西进来 然后毕竟有那么多的国人都到西方去 那里行过留学过 每年那个数百万的人 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让他们重新回到这毛时代去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那接受 所以在强迫的这种这种学习 比如说在这个政府部门 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学习这个习近平思想 然后订购习近平的著作来发 这些他可以来来这个做到 但是你不可能让这个人民 那真正的从心底里来狂热的 来这个崇拜 所以我取一个我身边的这个例子 就是我的这堂兄 比我长两岁的我的堂兄 他是在那程度生活 他是一位高级工程师 他是在中国最大的设计院之一的 西兰设计院 所以他从事业上来说 已经非常成功 一年挣这个上百万的薪资 然后他也管理一个公司 一个分公司 他手下有好几十个人 但他觉得在中国已经没有办法生活 那个窒息 尤其是他的小孩 他看到他的小孩 从小学起要学习习近平语诺 他说我们这个我们这一代人 这个五十多岁的这一代人 我们可以忍受 我们的下一代人 绝对不能再忍受这种生活 所以他去年就想尽办法 他们夫妇俩带着两个小孩 就逃离中国 到了这个美国生活 所以这是最近中国 最近几年非常流行的这个论学 叫RUN 合作就是RUN 就要用脚来投票 我们没有办法用手来 手来这个投票 中国人没有投票权 我也是到了美国以后 我2018年成为美国公民以后 我2020年第一次投票 所以既然没有办法用手来投票 那就用脚来投票 就逃出中国 我们看到现在所谓的还有走线 有从南美走若干个国家 然后千辛万苦要到美国去 所以我想这是现在这三十年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收购教育的阶层的专业人士 中产阶级他们的选择 当然他们不能够很难来公开的反抗 但是他们用这种逃离中国的方式来反抗 所以他们的这种选择 其实也就说明习近平的造成运动完全失败了 对 但是习近平最近是要 整个把上海最大的移民公司 这个查潮了 然后说他们是倒卖外汇 做地下权装 然后就把这家公司要他们过去几十年的移民资料 全部上交国安单位来审查 他实际上是要阻断这些中产阶级 甚至是高官的子女亲属外逃的状况 你怎么看上海查潮移民公司的事情 对 他也看出这些中产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的上层 他们纷纷地逃离中国 我也看到一个新的数据 说拥有千万以上的资产的中国人 六成以上的都想离开中国 所以他要把这些渠道给斩蛋 但是我想他只能把这些 比如说很大的标志性的移民公司给关闭 抓捕 但是以中国人的这种求生的聪明才智 他们会想出新的办法来 然后也有新的这些公司来运作 甚至像连赌博业的赌场都变成 把钱换成美金转移到海外的一个渠道 所以我想这场战争 跟移民的战争 习近平是打不赢的 我觉得刚才讲的习近平的习思想 当时我对毛泽东也是觉得 是一个恶魔型的人物 但是毛泽东他是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逻辑 而且所谓的毛泽东语录里面有很多金句 这些金句的话 确实我想中国人很多都能够 狼狼上口讲很多金句 确实有的时候 确实能对激励别人 鼓舞别人是有一些作用的 但是习近平他推广了这么多年 到现在为止 所谓的习以路 习近平没有金句 全是废话大话车车路话 来回绕 好像有一个就是什么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这个其实也不是他说的 这个也就是一个村长的一个水平讲的话 而且这个还算能让人记住 剩下的我其实习近平说 我也硬着头皮多个很多 记不住 他是因为他是没有逻辑概念的 所以是很松散 都是东西你看完以后就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强迫学习思想 必定是一场 就是劳民伤财的一个 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刚才讲的这个查处移民公司 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抢钱 我觉得习近平 这个他做这么做的 就是说因为他查这个查那个查这个 然后大家都往外跑 他一看原来问题出在移民公司 然后把移民公司查掉 这个习近平是典型的毛泽东的学生 我记得还有一个毛泽东的学生 叫穆加贝 这个是金巴布韦的总统 他在监狱里面读毛选读个好几遍 然后出来以后 他实行的政策就是 当时金巴布有通货膨胀 然后他通过说不许涨价 谁涨价抓谁 然后呢 大家就不敢涨价 不敢涨价 生意会做赔嘛 这大家就不做生意了嘛 特别是那个生 他告诉厂家 你也不许厂价 那生产厂家 他的原材料各方面的人 都在涨价 你他不涨价 他做一个赔一个 做一个赔一个 所以呢 这个你不许涨价的话 这个厂家就 大家都不生产了嘛 然后都又通过一法律说 不许不生产 不生产抓你 就是这种完全是不符合逻辑的这种做法 最后把整个这个金巴布 搞的通货膨胀 几千倍几万倍嘛 把国家搞垮了嘛 那习近平是另外一个毛泽东的学生啊 就一个个厂业抢钱 一看大家要跑 这次去去又又插这个移民公司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完全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这典型的杀鸡取管嘛 这移民公司成完以后 中国能有钱嘛 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 对 我最近有个大学的 不是有一个朋友 他在中国大学当教授啊 他说今年暑假 所有的大学老师 都要强迫学习100个小时 习近平著作 在网上学习 而且要通过网上的考试嘛 然后他花了100个小时 把习近平著作学习好了 然后他在网上考试 他通不过 因为他说这个问题是多重选择题 ABCD 有些是选A 有些是ABCD 都要选 奇出百怪 然后他觉得这个简直是 头昏脑脏啊 那问题是 所有大学老师都要经过这样的考试啊 那现在中国是 所有的国家机关人员 每天都要学习近平著作 这样的话 整个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是彻底没有了 大家整天想的不是怎么样这个做好业务 多挣钱 这个发展经济 大家整天想的是怎么应付考试啊 怎么应付习近平著作 那习近平著作现在是出了多少 26本还是28本 又臭又长 你根本记不住啊 就像你说的 看完了完全脑子里一片空白 可是他现在要强迫大家 这考试的方法是非常狡猾的 就是说 我们选例试题嘛 对 我们一般说是五选一四选一 那么我们用消除法嘛 我们都弄不好 认为这个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 剩一个就是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的 但是应该是这个嘛 他如果说要是有的选 可以选一个 有的可以全选 四个 全选 那就说明你必须把文章基本背下来 你才能够 因为你这方法没办法嘛 是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大学教授考试通不过 他这个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了 郁杰 这个习近平二十大以后权力越来越大 独裁越来越严厉 可是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不安全感 我想可以从下面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 就是习近平 我们刚才也谈到他的青少年时代 是在文革中度过 而且他是受迫害的 受打击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他从小就有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 所以如果他在西方 他应该就是一个病人 我们就有一个病人来看待他 他不应该来掌握这么高的权力 第二点就是他所谓的习家军 我认为其实也是一个很松散的 那组合 因为他建立不起自己的团队 比如说像毛霍的邓小平 他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斗争 他们形成对他们铁杆的这种忠诚者 但是在习近平这里没有他的所谓 比如说他在浙江的时候 滋江新军 都是非常无能的人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现在的常委之一的蔡奇 原来做北京市委书记的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做官的时候 他原来是他政府的 算是秘书长 然后他选择这个人 他就说他看到他下班以后 他经常参扶到他妈妈 在这个大院里面散步 他觉得这个人很孝顺 所以很可笑 就是他用人的标准 所以他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 任何人都不信任 只信任自己的妻子甚至女儿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 有人说他的女儿 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这种状况 跟毛泽东这晚年是很相似 就是这种众叛亲离 这种孤家寡人 毛泽东只信任 最后连这个江青都不信任 信任这个张玉凤 他的这个情妇 一个他的专利的服务员 最后成为他的这个情妇 然后江青这个周恩来 这些人要见毛泽东 都要经过这个张玉凤的许可 所以习近平的女儿 在其中我相信可能是扮演 比较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我们看他在 美国留学 在在哈佛留学 居然没有一张照片 能够流露出来 就美国的主流媒体 居然都都没有这个拍到 我们只要想到这个事实 我就想就是让人毛骨悚然 现在全球范围内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就只有这个北韩的金正恩 金正恩这个有个儿子 但是没有一张他儿子的 这个照片 而习近平的女儿 从2008年四川地震 他女儿陪着 这个彭丽媛去这个灾区 有一张照片 以后 当时还是个小学生 到现在这15年时间 没有他的一张真正的照片 现在网上流传的 叫习近平的女儿的照片 全是假的 所以我想从这个细节 就会看出他的 这个集权专制的这个程度 有多么的酷逆 和他自己在这个权力结构中 有多么不安全感 这一次秦刚事件 似乎也跟他的女儿 而太太有关系 有一种说法 就是秦刚有一个情妇 然后所以秦刚的太太很不满 然后秦刚的太太曾经是教过习近平女儿英文的 所以这个他去告了狱状 去通过习近平的女儿和老婆去去搞了状 所以让秦刚出事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我想也有可能有道理 就是包括像这彭丽媛 有一间的在编制上已经设立了 这个彭丽媛的办公室 这是当年从从从从毛泽东时代 就是说有有江青的办公室引来 当然后来这个邓小平没有 邓小平的妻子没有 江文明的妻子也没有 那个胡锦涛的妻子也没有 所以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就说明他只能只能信任这个妻子和女儿 我觉得这个如果按这个逻辑是有可能的 那当然是我很多事情是 就比如刚才讲蔡奇参参夫妈妈 那一定是好男人 所以一定是一个好看部 那这个秦刚如果他有外遇 一定是坏蛋 对习近平的判断 我觉得他其实习近平的思想逻辑 他就是在中国的古代 就叫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逻辑 其实是完全两回事 就是自己的家能处理的好 跟自己能治国 能平天下的有能力 这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在中国的习近平 他信封那套逻辑里面 是一码事 你孝顺所以你一定能当好北京市委书记 但是我认为这个 因为秦刚现在还在处于 怎么说呢 要打倒秦刚一定要抹黑 所以在中国抹黑最常用手段是女性问题 所以说我认为他也许是有女性问题 但是说他绝对不是因为女性问题 这个老台的 因为如果他女性问题 现在政治局常委这七个人的话 对 不可能没有的 是啊 对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谢谢这个余杰老师来 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 那这个是这样 习近平你虽然已经写了三部曲 不过他好像总加速式的工作 还在努力的工作 所以你以后还可以 努力的写他更多的书 批评习近平的著作 那谢谢余杰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